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这些品牌在卖向豪华之路的同时 除了本身在提升自己品牌的深度之外 同时也将品牌的高度给向上的拉升了 当然这样的策略也反映在这个价格上面 到底消费者买不买单呢 就像我们平常常聊到的Mazda就说 它是准豪华品牌 但是它这样的策略是成功的吗 小周 OK 这个策略成不成功 我觉得最后我们就看整个销量数据 是 对不对 那以Mazda来说我们都知道 它的旗舰车管目的CS90 那我们这边就列了CS90在澳洲的销量 我们说澳洲呢 因为其实澳洲啊 Mazda在澳洲这个销量的排行榜 上面澳洲的这个卖第二名 澳洲卖之后还是Toyota 那再来第二名就是Mazda的品牌了 所以其实他们对澳洲的市场 这个关注度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对面来说 其实他们是少数在全球 还有CS60 70 80 90 全部一系列的这个SUV 都在澳洲有做销售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CS90是他们旗舰车管 有指标性 澳洲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也有指标性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到底卖了多少量 那我们抓了去年 这个最后五个月 跟今年前面五个月的这个数据 那以CS90来说的话 去年最后五个月的销量 总共加起来大概580几台 那今年前五个月 加起来大概380几台 大概衰退了 减少了将近四成 所以从这个表来看的话 好像似乎不是那么成功 因为CS90你就是一个指标性测款 你想卖向旗舰 卖向豪华 然后澳洲市场就那么大 那么的重要 可是你在这个部分的话 你的销量却是掉了将近四成 短短的一个 一个二三年的最后五个月 跟今年的前五个月 那这样的状况到底代表什么 其实对他们来说 他们很清楚知道 因为CS90 整个不管是格局配备 科技感都完全放大 所以他们价格确实 马仔知道 它是卖变贵的 以美国市场的价格来说的话 CS90的钱是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CS9 对不对 CS9那个时候在卖的时候 以美国市场来看的话 它最高贵的 不过大概七万四千多美元 那CS90呢 它起跳价 也是七万四千多 最贵可以到十万美元 所以它价格完全 是完全没有重叠的 完全高上一阶的 也因此澳洲马仔很清楚知道 这东西车价真的比较贵 所以他们对于这销量的期待 他们定了一开始 说CS90我在澳洲 大概每个月卖一百台左右 那这一百台的数量呢 是当初CS9 CS9最后最末期的这个销量 五分之一而已 CS9最后 就是比较保守就对了 保守多了 CS9最后是一个月卖五百台 那CS90他们目标只有一百台 那可是你看我刚刚说 这个二十四年的前五个月 才卖三百八几台 它连目标都没有达到 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数字来看 是不是你要卖向高级 豪华品牌这件事情 消费者 似乎没有达标 好 这是个部分 可是呢 日本的马仔母厂 它最近发表 公布了第二季的这个销售的 营收状况 整个财务报告 那其实在全球的销售部分的话 第二季大概成长了百分之一 基本上持平 百分之一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变动 那在营收的部分 整体营收大概增加了一成十%多 这样算不错 还不错 这是营收 可是最后获利达到百分之六十八 成长百分之六十八 意思他就是赚很多啦 赚很...对啦 也许是节流啦 虽然卖很少 但赚很多意思是 利润还不错 OK OK 这百分之六十八的成长 也让Mazda的获利是达到历史的新高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从这样的一个状态去了解到 其实从销量来看好像没达到预期 可是对于品牌来说 最后我的获利 我的营收是明显成长的 它到底 它最后还是能够回馈到什么 回馈可能在最后开发的产品部分 我们可以投入更多的薪水 新利 然后投入更多的资金去做产品的开发 研发新的产品 没错 所以有时候真的确实我们在 在看看所谓的市场的成熟度 或车辆的销售状况 就只能用挂牌量来做判断 但某种程度还是得看更多的数据 所以单看这个东西 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成功 但人家赚钱 你再看最后的全球的报表 它的盈利 最后获利部分成长百分之六十八 所以很有趣 到底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失败 我觉得以最后获利来说的话 Mazda在经营高级品牌这件事情的话 应该算是成功的 成功的 对 而且东西再经不再多 对不对 好 谢谢小周 当然我们刚才聊到澳洲的市场 其实澳洲的人口数 跟台湾的人口数 其实差不多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在台湾 马自达的策略 台湾的消费者买单吗 虽然说澳洲的人口总数 跟台湾的人口总数 差不了太多 但是这个服务员面积 却是差得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要知道 用车的一些习性跟状态 跟人口组成的结构 到底是都会形的使用呢 或是相先性的使用 这些都会影响整体车辆销售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刚刚小周中说澳洲是唯一 拥有CS60 70 80 90都有在卖的一个市场 表示它其实消费者的选择性 也是多元化的 当然它CS90只有 可能不到百的一个销售台数 但是因为它的机种来说 多出的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消费者的选择多 必须得要分散这么多的机种 那总数来讲的话 以全球来说 它刚刚讲的话 上涨了还有一%的一个微幅的调涨 上涨嘛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来看一下 在人口数差不多 但是用车习性环境上 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人文气息 包含我们看的电影 都不太一样的 台湾 Mazda整体的销售状况如何 那这么我们统计的数据 是2024年的1到7月 你可以看到 Mazda 3 这是一个老扣扣车嘛 对不对 不过它推出的一些什么特色的版本 你看它没有 它整体的挂牌数量 真的是大分红 来到1771辆 怎么说大分红 因为跟去年同期的成长幅度 已经高达45个百分点 而其他所有的机种 它都是下修的状态 所以在目前Mazda的状态来讲 是没人买吗 还是优惠幅度不够呢 还是说去年卖太好呢 还是说今年大家选择性变多呢 我觉得从指标性的商品 Mazda 6我们就不看了 指标性的商品 CX5来看 因为CX5它是常常有进榜的 对不对 在中型修理车的这个状态 那又推出新年式的这种 所谓夜色版本的车型 你看到没有 它今年挂牌2767台 其实是全品牌里面 单一机种销售数量最多的车种 所以这个1777台成长45个点呢 我觉得不是参考 不具备有参考价值 因为去年卖得太差 今年呢在这个 这个维持的跟去年一样的水平 虽然小小的下修1.9个百分点 但是还是它全品牌机种数里面 这些卖得最好的一个机种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年Mazda推出了 陆续推出了 在这个CX60 CS90 两排座椅跟三排座椅 系列座车型的车型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销售呢 其实CX60卖得相当不错耶 对啊 对不对 算是二哥楼 是啊 1800多台算是卖得相当的不错耶 所以表示台湾消费者 还是喜欢这种中型的 是 喜欢这种中型的 甚至CX60呢 它的尺码更来得大一些 其实会有很多的消费者喜欢 不过因为CX60呢 它两个机种 一个2.5升的排气量 一个3.3升的排气量 其实是在销售时候的 这个比较吃亏的一些点 但是呢 但消费者还是喜欢 我觉得 我觉得以Mazda在台湾的经营来说 算是稳达稳达 还算是不错 那也看到 我也看到了Mazda的一个 这个成长进步 在组装啊 用料啊 设计比赛上面 所以我一直从很早之前 有说它是一个准豪华品牌 所以从小宗刚刚跟大家分析的 这个Mazda原厂公布的 全球销量的比例来看 它虽然只成长1%对不对 可是它的营业额啊 获利一成 营业额啊是提高了10%啊 表示什么 表示它机种的售价啊 提高了 都提高了 对啊 而且它机种售价都提高了 对不对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我觉得算是还可以啦 卖的还算可以啦 如果你真的要怪罪它说 怪说为什么这边衰退这么多 好像全球上涨虽然1% 但是你台湾是不是调的太多 只能把这个责任推给梁家辉啊 这没有办法 因为他讲的 所以我说台湾虽然人口素一样 他说开马自达是赛车 塞车 不是 但是因为这个 但是看着电影 可能看到了这个梁家辉 就知道说不能开马自达 好 那我们来看马自达到底晋升的 豪华品牌等级没有 从价格上来看 对不对 营业额数量提涨1% 营业额提升10% 表示它平均的售价 其实是拉抬上去的 你看看没有 它的这个马自达C60 就是它二哥卖了1804台的 来 118.9到168.9 相对而言其实 你这样看起来 你并不觉得这个车卖的 对啊 对不对 168.9 你说哇 这个有点高了 但是你要想看它是进口 它是六缸 对 3.3 对不对 还有涡轮 对啊 感觉就不一样 全新大高款产品 好 那对标呢 你看欧洲豪华品牌VOLVO 这售价232万起 对入门 到168万 确实是有价差 对 等于是 但是你就会觉得它并不是太高的一个价值 但是它确实能够有拥有这个豪华品牌的这样的等级的机会下去走 因为对比真正日系豪华品牌Infinity来看 它的售价基本上其实从268万起 对 从268万起 这才是真的豪华品牌的一个这个售价 所以Mazda的整体的车子的这个价格呢 还有没有空间成长 我认为在品牌的价值品牌的光环品牌形象在一路拉抬的状态 它的价格还可以有成长的空间 但是财报上已经不允许它再成长 它还成长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你赚太多 对 好 谢谢艾大的分析 我们看到Mazda其实在台湾的表现真的蛮亮眼的 而且近期我们都有关注到Mazda竟然换了新的厂规 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 惠仁哥 因为现在完全是数位化的一个时代 你看现在我们 我觉得现在顾客对于品牌的一个接触点 都一定是透过手机 品板 电脑 所以你看全部都数位化之后 这个受到数位潮流影响非常深 所以你看其实并不是Mazda开始做这种事情 其实你看像其他品牌 像奥迪 尼桑 迷尼 B&W VDAO 全部都做这样的一个 把从3D改为2D 为什么我们想想看以前的3D 对以前的3D可能很有立体感 然后有镀铬的光泽 非常有效果 但是你看当你要把你的iCom 缩小成手机那个方块以后 它那个就会变得比较模糊 会变得比较模糊 所以你反而变成是2D的那种线条 线条式的设计会更清楚 所以通常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经验 因为他们访问读者看到说 远远的那个小iCom变成原本的阴影 立体你的一些效果变成灰点 会不清楚 所以大家都改成这种2D平面化 然后线条越简单 颜色越简单 你在你的手机就可以越清楚地辨别到 所以为什么要走向2D 所以我觉得马自来开始走向这样的一个潮流 那所以它那个M原本是比较立体的 有镀铬的 它现在变成是一个线条 黑色线条 所以你在手机上或在电脑上 看就会更清楚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再来我们看一下 那除了迎合这个消费者 比较简约的一个设计之外 我们也常常想说 那刚才爱大或是小松他们讲说 他们好像朝向高级的话 是有点成功了 那消费者会质疑说 那你为什么不像 比如说Nissan有Infinity 创这个比较纸笔白 比较高端的 或是像现代它也创造一个Genesis 对对 但是你看我们举的这几个例子 或是说Honda有那个 Honda也有一个好玩品吧 Akura Akura Toyota 但是你看这几个车厂都是加大也大 Mazda是一个小厂 小厂 没错 对 而且我觉得Mazda因为是小厂 但是Mazda他们的造车哲学 从造车哲学一直到销售端 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理念 就是我是 因为我是小车厂 所以我知道我的群众不大 我就是小众 他承认这一点之后 他全部就可以从制造设计到销售 全部Focus在这样的一个定位上 所以我觉得相当成功 而且像刚才两位讲的 说你看他虽然要往高级好往往 但是你看他价格越来越高 价格越来越高 虽然量没有说很出色 但是他的利润是好的 对啊 对 所以他的设备相对 对 我说是成功的 对是成功的 所以更加鼓励Mazda 我觉得Mazda的定位 则也是成功 他们说2%下辈者认可就好了 那你看全世界的2%是有多少 所以其实他们不贪心 而且他们知道我是小车长 我没办法上你家大一大 所以你看我在造型上是他的强项 组装设计用料也都是他的强项 但是在动力上 他比较没有这么多的研发经位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fine tune 我把引擎在优化在优化 然后底盘也是他的强项 他只要找到认同他的消费者就好了 对就好了 因为有很多车长是 讲挖来矿挖挖 对对对 你知道吗 他就只看专注他自己的东西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Mazda的相对 他这样的一个造车哲学 到一直到面对消费者的销售中 我觉得他真的是 大家都有follow 这样的一个造车哲学 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念是 Mazda可以跟全世界讲说 我在小车里面 小车厂里面 我做到精 对做到精致 而且这也是消费者认同 而且有利润 是 不过现在已经是电动车的时代了 你看到各家车厂都在推电动车 虽然在台湾目前还买不到 Mazda的纯电的车款 可是呢 其实在其他的国家都买得到了 那Mazda在电动车上面的表现 又是如何呢 乃哥 讲到Mazda的电动车 我们就要想到 他其实之前有推出 MX30这一台车 那是我们在什么 车展上面有看到 然后呢卖了停停的卖 卖了停 为什么呢 他的销量一直起不来 OK 然后呢 但是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 他有推出一台概念车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EZ-6 但是呢这台车呢 他北京车展这个发表嘛 对不对 说概念车 结果呢 他在2024年7月底的时候 就下线了 在南京的工厂开始下线 下线 就开始生产了 正式生产了 那你就会说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南京呢 因为他是跟南京Mazda 就长安Mazda 合作的一个双升车 他用的是生缆 就是长安生缆的SL03 作为基础的双升车型 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一个除了Mazda外观之外呢 其他就是长安生缆的 一台电动车 他不是一切都要自己缆吗 来咯 刚刚坤诚有说 其实Mazda对于 世界的车厂来说 它不是大车厂 你要开发电动车 对这样的车厂来说 它负担是重的 对 好不容易赚钱了 好不容易 我把我品牌价值提高 又赚钱了 我现在如果再开发 这个下去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造成 会有风险 比较大的风险 那你知道像MX30 它可能卖的不是那么好 所以最主要是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没有其他的车子 你只有单单一台的话 其实大家在想电动车的时候 不会把马斯达放进来 对 那所以他找一个成熟的平台 可以减轻所谓的开发成本 对 结果但是你看 这个7月开始做生产之后 本来就想说 大概就是这个中国专属 结果没有 它这次是要面对全世界 做世界战略车 那其实这个有什么重点来看 其实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它可能在于车厂的 所谓碳权平衡上 它还是需要一些电动车 或新能源车来做一些平衡 因为马斯达在这边本来就是比较少的 所以它也寻求跟Toyota做 Hydra这些 所以我觉得这是小车厂 该做的一些事 但是你说 它就是一台那个 这个长安深蓝的车吗 其实你看 如果你单从车头来看 它还是马斯达 你知道你去 就是壳是马斯达 不是 你去对比那一个 你去对比深蓝 你会觉得深蓝的车头 四层相似 车头长得跟Tesla长得超像的 扁扁的 然后鼻子平平的 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看马斯达 它的车头是不一样 但是在车尾上 可能你就会发现 它跟深蓝是比较接近 SL03这台车比较接近 但在内装 我可以说 它在铺层上 它还是维持马斯达该有的质感 这些设计可以看到 这双萤幕的部分 还有这个D型的 两幅四方向板 其实跟深蓝其实很像 但是在整个中控布局 包括车门的设计 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还是把这个 人马一体 或者高质感的部分 还是做得不错 那这时候 大家就会要敲完了 说那这样子 我们这些 如果想要买电动车 马斯达会不会 这台车就进台湾了 可是我觉得 这短时间内可能没办法 因为它现在目前 只有一个工厂在南京 但是你知道像 不管你要卖到欧洲 还是美国 有一些关税壁垒的东西 所以也许以后 如果在日本 或者在欧洲 马自达的厂 在那边做生产线的话 我觉得那个机会 可能反而会比较大一点 目前来看的话 至少短时间内 我们可能就可以再看到 马自达在电动车上面 会有这一台的出现 还有很多马粉们 非常期待的另外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非常经典的 马自达的这个转式引擎 在这种电动浪潮的催生之下 它要复活了 那马自达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其实你们有回想一下 马自达其实是很爱开发 新的动力系统的一个车厂 你看最近就是什么直六涡轮 3.3升 大家说当塞性要电动化 电气化 它偏偏出一个大排量多刚速的 那更早之前 有Skytip X 台湾限量100台 对 压燃技术 然后什么稀薄燃烧 机械增压 再加上24V的轻油电 所以其实或多或少 再加上找以前所谓 转直引擎这件事情 转直引擎对于马自达来说 是绝对是一个精神指标 对 那你要高性能化的马自达 要走像这个 高性能化转直这件事情 一定要把它呈现出来 但毕竟转直引擎 这个污染真的相对非常的严重 那基本上没什么 我觉得没什么解决的办法 那当然马自达一直在思考 转直引擎怎么做利用 像刚刚乃哥提到MS30 后来他出一个真诚版 就在他那边 塞一个小小转直引擎 转直引擎负责什么 帮你发电 发电而已 对 他没有负责驱动 可是他就是 我就是要转直 我这个转直 要把它重生的意念 非常非常强烈 那这件事情延伸到现在 我们要介绍所谓的 马自达要注册一项 新的车辆驱动系统 这边关键了 他这个东西 其实跟转直引擎有关 但是跟车辆驱动系统 他不是车辆的动力系统 是驱动 对 我们想象一下车辆 就是有前轮跟后轮 这颗转直引擎 他就放在后轮 那他直接驱动后轮的轮轴 所以他没有透过变速箱 那所以他 你大概可以知道 因为没有透过变速箱 没有办法变速 那引擎就是有转速的限制 那他应该就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感觉好像电动车那个马达 对 类似 对 没错 然后前轴会有一个小马达 那小马达可以直接驱动前轮 那这时候转直引擎 除了可以负责驱动后轮之外 也可以对于马达负责 充电等等等等的工作 所以他觉得整套的叫做这个驱动系统 所以他就是不放弃这个转直引擎 就算他功率很小 我怎么放在后轴 我只做个辅助角色 甚至他是为了让前马达有的充电 负责供应电力的一个状况 可是终究他有转直的 这颗引擎在他车辆里面 他的精神招牌 对 所以怎么看 看起来好像是好像还蛮合理 可是问题 我觉得我自己看一下 问题就是在于什么 你多一颗转直引擎 可能很小的在后轴 为你软秀成本 对 然后再来是你的主要动力系统 还是得再加上去 你没办法用后轴那颗转直引擎 直接的去负责主要动力来源 感觉意义不大是不是 对 当然他还说 可是反正我就变成一个所谓的 混连 对 专利之外 然后我是个混连的设计 我可以存电的模式之下 就是转直引擎轻轻轻推后轮 我可以存油的状况是这样 存电就变马达拉前轮 我可以混连 Hybrid的模式 我觉得知道 这概念是不是有点像是 那个VC Turbo 加上那个E Power 不是也会用那个什么VC Turbo 我觉得基本上说得通 就是它的概念引擎 内燃机这件事情 就以辅助的角色 我可以负责马电器的部分 负责充电等等 它并没有针对直接的去 驱动车 驱动车 但我觉得 好了 我觉得就还好 反正它获利有达到 百分之六十八 百分之六十八 就让它去研究一下 这个转直引擎 到底怎么可以去把它应用 然后甚至到底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最关键问题 在于转直引擎的排污真的太高 效率很高没错 但排污跟油耗真的太差太差 那如果真的能克服这件事情的话 那真的 转直引擎一定会重生问世称谈 对啊 我觉得有想法总比没办法 没错 是不是 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Mazda 大家非常熟悉 它会迈向这个准豪华品牌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大家也很熟悉的品牌 它也是慢慢的 大家有关注到 它的价格 甚至于它的一些产品的堆叠 真的也有这种豪华品牌的feel 对不对 没错 其实刚才小钟有讲到Mazda 其实我个人觉得 在Mazda的 不管是设计工程师 或是底盘 引擎机械工程师 我觉得都很不错 就是他们说了就算了 不会说因为成本考量 怎样怎样就会拖鞋 尊重职严精神 就给你自由发挥 对 自由发挥 很好啊 我觉得在KIA 有另外一方面的风景 KIA我们知道 其实KIA最近这几年的表现 尤其是现代KIA这个集团 真的是非常的风风火火 而且是 实际出来的成绩也非常的亮眼 因为他们去挖了很多 欧洲厉害的设计师 而且他一挖都是挖最高端的 像最早期的Peter Schreier 对不对 他是奥迪TT 福斯比特的一个设计首创者 那他挖了Peter Schreier 之后后来他知道 我的底盘动力不足 所以他去挖B&R的 不是普通的机械工程 而且是挖Empower的副总工程师 所以他知道这番 然后再来他又要 觉得要成立那个Genius 我要Hawakuin品牌 所以我像 我挖了Bentley的设计师 我挖了Level Guinea的设计师 过来 所以你看这样造就出来 像现在这几年 成就了现代跟KIA 真的是表现得非常亮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EV9 这个EV9就是KIA 要卖向高端市场之路 这个在我们台湾也卖了 你看300万的EV9 300万 300万的KIA 对KIA 以前KIA真的 你怎么可能卖了破百万 对不对 300万 那一开始 你看第一个月卖量 就接了101张订单 所以我觉得消费者是 被消费者认同 而且我觉得 他切入了这是一个电动车 而且是电动车的一个新男孩 我觉得他也很聪明 他在汽油车里面 他觉得 我可能竞争者太激烈了 也许既定印象 对 消费者可能没办法扭转 没错 但电动车就是一个新的市场 新的市场 所以是一个全新的男孩 所以你看他从EV9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布局 真的是 而且真的非常深远 从你知道9 所以1到9一定都会有 而且你看从一开始 刚出来的EV6 就获得好投产 EV6然后EV9 然后现在即将出来EV5 EV3 我觉得这很精彩 所以我觉得KIA的一个成功之路 而且虽然是非常成功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其实 现在跟KIA这个母厂 非常大力的资源 而且花了大笔的资金 而且我觉得跟韩国人的 个性有关 你看韩国人 什么都不想输 他不想 而且不想等 我要变漂亮 不想等 不想等 我就直接去美容就好了 对 我想变强 我就直接挖那个 我就直接挖过来的 我就不需要把那个时间 就是好陷心 对 他们很强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民族性也是帮助它迈向高端之路的一个 必要的元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KIA 这个电动车发展非常厉害之外 它现在在 你看这个豪华房车 我们知道房车好像都在没落了 它在最近发表的这个K8 其实就是以前的K7 它是属于比较中大型房车 但是你看它所谓的小改款 其实是几乎全大改了 对 而且你看 它把它新世代的 我们说的STAR MAP 这种新状图的一个元素 全部融入进来了 所以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的亮眼 它也就是说 它在电动车成功之后 它回过头来 要来稳固它的房车 或是汽油车 所以我觉得它已经站稳了电动车之后 它开始来回工这个房车 而且这个房车 它里面的质感大量提升 它在韩国一上市之后 就创了很多销售记录 它是房车单日销量最好的一个记录 真的 所以这个房车 而且这个房车已经来到5米多了 是一个比算是大型的 所以它在房车里面 它推出的这一页也非常成功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STINGER 我想STINGER大家对它应该不陌生 因为在台湾也有卖 STINGER的跑房车 它在台湾也2.0升 跟3.3升的直列6缸的 其实虽然卖得不怎么好 但是获得我们媒体的评价也非常高 但是你看 但是它退出了 那就因为这种跑房车已经就是没落 但是它在澳洲 又开始重新申请商标了 那大家开始说 那是不是它又要再重新付出 那有很多消费者猜 或是媒体的猜 它会不会用这个STINGER电动车 电动跑房车 电动跑房车 而且EV8 会带到EV8 可是它Key就没有这种跑房车 就没有那个M 它没有那个M 对 那我觉得STINGER的重新 我觉得EV8 我觉得它不见得 但是大家没理解 但是我个人认为 STINGER你看大家 你看像高级群 都有那种 比如说B&W有M Power C-Benz有AMG 然后Audi有RS 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N 所以我觉得这个STINGER 就是要把它塑造为 性能的一个制品牌 STINGER啊 对 因为STINGER是它 现在目前算是 动力最大的超牌 对 所以我觉得它STINGER的商标 重新注册 是有可能会演 它要再多一个性能的制品牌 所以这几个都很值得 令人期待 是 好 谢谢昆仁哥 我们看到Key 其实在这个新能源车上面 他们真的是大放益菜 而且每次只要推出一台电动车 真的都是话题 可是未来它还能够延续 这样的热度吗 艾达 其实现代奇亚集团 已经成为全球 这个第三大的电动车车厂 那其实在其他燃油车 跟其他所有车整合起来 它也算是前面的前几名 甚至在北美 它是第二大的电动车品牌 也就是说除了特斯拉以外的 就是这个韩国的现代奇亚集团 旗下的电动车 是称霸整个北美的电动车市场的状态 以Keya来说 在2027年以前 就要推出15款的纯电车 包括了EV9的这个GT的系列 EV2 那现在我们还有看到 很多EV3 EV5等等车型 未来陆陆续都要在全世界 以及台湾上市 不过最近几个问题 影响了韩国电动车 非常的幅度一个非常大 就是基本上的 在韩国发生了这个电动车的一个 燃烧的事件 那一台电动车起火 造成了整个地下室 一百多辆的电动车 一百多辆的其他车辆 全部被烧掉了 这一些电动车事故 在韩国的媒体的统计之下 其实近五六年来 已经有将近一百四十起的一个 电动车火烧的一个事故 所以造成了整个韩国人民 对电动车的一个恐慌 你知道这个恐慌程度到什么程度吗 大家就决定要抛售他的电动车 或者是退订他的已经还没来的电动车 因为根据韩国的这个二手车网站 叫做K卡 就是你要卖二手车你就上网去 po到网上去卖 就是这种二手车交易平台 在这个火烧事件发生之后 上网说我要卖我的电动车的 韩国民众的增长的幅度 高达一百八十四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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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算是大家对于电动车的火烧 是有一些些的担心以及惧怕 所以也衍生出了这个 要公布这个电动车使用的电池 实名字 那结果在实名字之后 就发觉那个火烧的电动车是 宾式的EQE 它用的是中国的福能电池 这个在中国电池里面 甚至连第一梯队都排不上 可能是第二梯队的末段班 这样的一个等级的电池 所以等于是重做了 它的一个这个宾式的品牌形象 那当然韩国的这个车子 也是非常多的电动车 也是非常多电动车 那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能够 会不会有影响到韩国的这个 汽车品牌的这个电动车 我觉得还要有待观察 因为毕竟全球的电动车用的都是 几乎都是韩国的电池 跟中国大陆的电池 对不对 不管是宁德时代也好 不管是三星 不管是LG等等 都是来自于这些品牌的电池 但事实上电动车的火烧事故 根据统计之下是比燃油车还要来得少 而且电动车火烧事故 不一定是因为电池 搞不好是不是因为充电桩 等等的一些状态 但事实上最令人担心的还是说 一般汽车的火烧事故 很容易就被扑灭了 但是电动车可能至少要烧 四到六个小时 而且会波及到整个环境的一个 车辆跟基础建设都会受到影响 这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地方 MASA跟KIA 其实都是逐渐在迈向 这个豪华品牌前进 可是已经是豪华品牌的Jaguar 他未来的产品要推向更高端的系列来发展 那到底Jaguar他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看他的执行长 这个Rodan Glover 他如果在现场的话 他刚听完专家说完 他一定会说 我也好想当马自达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几年 这个Jaguar拼转型 其实拼了十几年 他是做什么 和产品线增加 然后年轻化 结果造成什么结果 造成他的利润降低 而且执行长说 几乎没有利润 利润趋近于零 也就是他们说 我们Jaguar是做佛心的 是做善心事业的 我们不赚钱 OK 但是这个资金长想一想 这样做也不对 他说你看 以今年Jaguar来说 我推了五台新车 每一台的起价 都低于或远低于 77,900美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每一台 大概都低于250万台币 我Jaguar的车子 新车型既然都是这样子 都卖200万台币以下的车 250万台币以下的车的话 这样子好像对我不太有利 因为没有钱 所以我现在要改变 我们现在Jaguar的 这一个所有的行销的方式 他只留一台车 叫F-PACE 其他全部暂停不再销售 意思就是说 今年这一个五台新车 卖一卖 卖到年底 之后就不卖了 而且这个是主要市场 停止销售一年 那你看看这一个 这一年 这一个代表说 这个执行长 炮很大 他说服那么多的股东 让他说 我们关一年的意思 关起门来一年 但是他这样说 要说服人家 一定有他的目的要存在 他只留F-PACE SUV这台车 大概就还有一点销量 他还能赚钱 但剩下的 他说用充足的时间去研发 研发市场 避免跟现有的产品线竞争 而且他考虑新车推出之后 要在十万美金以上 就是起价就要十万美金 那你想想看 那意思是什么 刚刚我们已经拿马自达 他开始品牌价值要提升 开始跟Volvo 这些车来比 那结果的意思是什么 以后我十万块美金 代表我四门GT房车 要是十万块美金的话 我是跟什么 马萨拉迪奥斯特马丁比 我的品牌价值要拉到 这样子的高度 而且我不求的是销售量 我要求的是获利 而且他把获利讲得很少 他80%说 我要大高客户幅的改变 结果让你第一眼看到 就会喜欢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现在都走 所谓的纯电新能源的部分 你看喔 Jaguar的总裁说 我不会为了一台电动车 我花十万块去买 你就算跑再快性能 这个性能多好 或者是他的续航力有多强 那个不是买这台车的重点 是要我一出来 就让你觉得他很与众不同 这才是他觉得 他是不管电 他的品牌价值所在 他说我不是在搞电动车 的那种什么性能 那是你们那种电动车 这个一般厂家在玩 我们是要做出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敢定这样子的价钱 那不过我们这样看 就是说 既然Jaguar下定决心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代表以后汽车这种低获利的行为 会不会就越来越少 也代表说以后的车子是不是 那表示越来越贵了 那大家就 不只是越来越贵 这要想一想 一定要想方法做出一台好的车子 而不是乱 一台获利高的车子 一台乱七八糟的车子 我老实这样说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电动车 其实品质不是很好 那概念也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看到有些品牌就努力朝向这种豪华品牌卖进 豪华品牌朝向更高端的这种金字塔顶端的市场来卖进去抢市 那有一些品牌呢 我规划的策略是什么 我是要朝向这种超性能的市场去抢市是吗 对 这就是这个美国的福特 那其实美国福特 现在主要是我们台湾刚上市的Mars 10 野马 那野马也出了一个高性能版本 野马中的这个黑马 大厚子 那大厚子其实在美国福特的这个整个产品下里面 其实也就只有Mars 10这一台车 那可是现在他们可能美国发现 觉得大厚子这个可能市场反应还不错 所以那美国原来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把大厚子变成一个系列 高性能这个福特里面一个性能系列的概念 那说到这个其实福特旗下的性能系列还蛮多 还蛮多 你看大厚子 他说大厚子都要变成一个系列 除了大厚子之外呢 其实像那个Ranger Ra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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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在美国F150也有Raptor 所以Raptor也是一个高性能系列 因为它性能的强化福利其实都很全面 引擎外观内装底盘全部都全面的强化 那另外其实在美国当地 还有一个系列叫做 Trimmer Trimmer其实台湾可能相对比较陌生一点点 反正它也就是底盘 外观都有一定程度的强化 另外还有一个所谓 我觉得福特性能王者 王者系列是什么 就是Sherby Sherby Sherby那真的是强中之强 猛中之猛 所以大概讲那么多 至少他们现在就三四个 四五个性能的植品牌 那你现在还要再把大厚子 把它列为一个植品牌 我会觉得如果去分定位会就会一个问题的状况 不至少对你说 比如你说一样是福特 可是在欧洲市场 我就STLINE STRS 相对比较清楚明了这个概念 那我就不管怎么样 整件事情我觉得真正让人家 让我觉得比较还会更好奇 或者整件事情消息 未来消息轮廓更清楚 还是在于说 这个野马 这有没有聊过 会有四门的跑车出来 那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他们也有提到 未来这个野马可能叫MAC4 MAC1 MAC1是纯电码 那MAC4是四码 就四门的野马概念 那MAC4它就扯到 就可能会来 未来会有所谓第二款的大厚子 那我觉得大厚子应该会有 因为反正 它就代表性能的 就比较最高阶性能的车款而已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期待Shobie Shobie 对 那才是真的猛中之猛 所以大概我觉得整件事情 让我比较有深刻印象 会比较值得传递 比较明确的消息 还是在于说 野马确定应该90%以上 9成以上会有所谓 四门跑车的版本出来 2022年高调回到台湾市场的OPPO 在台湾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昆仁哥 我觉得实在是还蛮 这一题不知道要怎么讲是不是 不顺兮需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 其实数字会说话 你看 今年的1到7月 OPPO的挂牌数 你看 还有各位数 还有两位数 它有进步 有进步 是 其实它去年 它今年的上半年 总共交出了129辆 这129辆 你知道比普舅的一个3008 这样的一个车还少 对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 蛮值得为它担心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整个 这个OPPO这个品牌 那当然对我们这种老年人 我们来讲应该是都没有 都一定有印象 而且以前OPPO 它是一个底盘的专家 而且它算是德国品牌里面 它可以是 你可以用很亲密的价格 买到德国的品质 还有它的一些 一定程度的操控能力 但是你看它现在 它现在面对 因为它退出台湾市场之后 再进来你看 我觉得它要面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直接的竞争品牌 像德国的 自己德国的有什么 有VW 然后Shikoda 然后你说日系品牌 有Mazda 对不对 然后 它的对手太多了 还有韩系品牌 你看有Keya 对 然后你看我们刚才讲的 这几个VW Skoda Mazda跟Keya 这几个品牌的产品 真的 第一个很多元 然后动力的选择 也很多元 然后价钱都比它 还有竞争力 了解 因为有人分析是说 OPPO当初在重回市场的时候 它的市场的价格定位 就有点错了 例如它应该要 Under 就是浮丝之下 没错 例如说我买一台Golf 那可能你的价格 就必须要比Golf 还要再低一点 可是它没想到 它的定价 竟然比Golf的价格 还要高 都还要高 对 那大家是市场说 这样子 那我就去买Golf 对 你看以下 这个Mocha 1 它的对标福斯的 对不对 那对标福斯的话 我觉得它虽然福斯 现在还没有电动车 跟它出来 但是你看 我们看这个 它也有油车 对油车 Mocha的油车 Mocha的油车 大概对标福斯 大概比如说 T-Close 还是T-Roc 对不对 或是T-Roc都可以 但这问题是 T-Close跟T-Roc的 不仅是产品的慢项 还有整个 可以选择的多样化 还有定价 刚才有关于讲到 一个定价的车略 这都比它 很有竞争力 那更不要说 Sicoda的产品 Sicoda的产品 小个大碗 对不对 然后Mazda 有Mazda自己的特色 品质 精品 那样一个风格 KIA 新的一个潮流设计 所以你看 它对标出来的产品 像这个 Mocha Grandland Grandland的你看 这个它是SUV 但是你看 它的车型比较小 对 4米5以内 那你看现在的主流市场 你看 都是要4米6 4米7的 而且你看 它也是130到150 160之间 你看这个价格带 又是竞争最激烈的价格带 除了进口之外 我还可以选择国产车 CRV 对不对 MG的HS 这个都 都是非常有 可以 非常有竞争力的 所以它面对的竞争 对手太强了 不仅是进口之 还有国产车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它来讲真的 最重要是价格策略 刚才官员讲 但是官员说 对它应该知道说 我要比 至少我要给BW 如果接近它 至少我的配备要很满 很丰富 对不对 但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以量自价 BW跟Mazda 跟Shikoda 它们有量 对不对 我可以把价格压低一点 但是现在 它现在量做不出来 对不对 但即使它现在 已经回馈价格的优势 有办法再救回来吗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是很难 因为 而且你看 在消费者会考虑 我的二手价格 对不对 二手价格 我们刚才讲 那几个建筑品牌 一定觉得比它强 那我就会 现在有点可疑 是它有点陷入恶性循环 我量卖不出来 我就没办法跟原厂 谈了一个更好的价钱 除非说我在行销端 我就有好 这些我把价格拉低一点 这些我当做我的行销费用 我自行来吸收 先慢慢经营 经营了一段时间 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再起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 我们讲的产品东西 是一定要差异化 还有是你的 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产品特性 那这几个差异化 跟很有竞争力的产品特性 这两点 它都目前都还没有办法做 完完全全 你说要跟人家七头 并行都还没有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比较困难一点 了解 好 谢谢昆仁哥分析 其实OPPO的产品 说实话是真的很有实力 只是说它的对手更强劲 这时候它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我们讲到现在的 新世代车 新车这么的多 大家都在买什么 大家都在买新的科技 但是有一些科技 不见得消费者会觉得很实用 像JD Power就做了一项研究 是吧 我觉得JD Power可能没有采访到我 怎么说 所以它的研究跟我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一样的 就是说JD Power说 有几个新科技是不受欢迎的 大概是像面部辨识 指纹辨识 跟内部手势控制 这三个是最不受欢迎 一百辆车里面有43.4个问题 造成问题 那我们就说面部辨识 我记得手机刚开始出脸部辨识的时候 常常刷脸刷不过 刷不过 我跟你讲 在人类的世界里 我的脸最好辨识了吧 会吗 还好吧 我走到哪里应该都容易被辨识 不管我戴不戴口罩或怎样 应该一下就被辨识出来 我告诉你面部辨识 大概超过43.4% 这个问题 失败就对了 这边辨不出来的 那指纹辨识 我觉得在用在车上 我觉得它是在安全上面 它不一定是在说使用上面 会让你觉得方便 因为我们知道指纹辨识有几个问题 我记得以前在车外 有指纹辨识的时候 很多是因为什么 脏污跟雨下雨的时候 没办法辨识 然后再来的话 还有那个什么手部控制 其实手部控制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在车内的空间 你要 不大 对 不大 然后你要学习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东西 比较像是说 你要消费者去重新学习 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会造成一个gap 就是它有一个距离 它没有那么容易学习到 所以手部控制 你要比夜还是开 还是旋转什么 你记不住 而且乃哥 你知道吗 那个手势控制 尤其你刚刚说 车内空间比较小 很多人喜欢 但是你在车内跟隔壁聊天的时候 你手就是会这样 对不对 我们手都会这样 它就回家了 它就一直在那边 不断的启动 对 但是也有很多受青睐的 譬如说 跟AI带来的 最近很夯的AI 比如说智慧气温控制 就是车内 有没有 你还没上车前 它可以先帮你调试 这个好用 我觉得这包括以后的 什么的座椅 什么的这些 控制的地方越来越多 通风座椅 这个车内的循环方便 但是还有一些是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很喜欢 但是却拿到低分 这一块我觉得不喜欢 对 A-DAS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说 车主认为没有A-DAS 我还是可以使用这台车 但是我认为 A-DAS是说是 它是辅助 辅助的意思就是说 避免你的失误 避免你的失误造成的 所以我把它认为一个 安全配备 我不是说它是 主动你要去使用的配备 所以我觉得多这个 多一个防护是好事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